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3集 一个女人呼痛 夏小兰的头也痛 她还以为又是谁家来帮忙的女人 抬头一看 却是一家子站在门口 三十多岁的女人有点眼熟 夏小兰敢肯定自己没见过 女人剪着奇耳短发 脸上还抹了粉 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泥大衣 无相是乡下妇女 夏小兰张张嘴到底没叫出声 女人仔细一看夏小兰 反而把她给认出来 夏小兰你傻了 亲姨都不认识 你妈就这样教你的 夏小兰总算把那怪异的熟悉感 和眼前这女人给匹配上 可不就是她那个嫁到临线去的小姨刘芳吗 夏小兰记忆里 上次见这个小姨 还是六七年前 一下子她愣是没给认出来 刘芳都有好几年没回娘家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嫁去了千里之外呢 夏小兰这一争 刘芳已经挤过她走进屋 小姨父板着脸 看上去颇有威严 记忆中 小姨父梁炳安是国家干部 几年没见 人家官或许更大 有点架子也是应该的 姨父 您往里面请 梁炳安听见夏小兰叫她 才点点头 刘芳和梁炳安生了一女一子 女儿梁欢比夏小兰小两岁 已经是亭亭玉丽的少女 儿子梁宇今年才十一岁 三四岁时见过夏小兰 早对这个表姐没了印象 但夏小兰简直是她见过最好看的人 穿得也好看 比她姐梁欢都体面 梁宇毫不迟疑叫了一声 表姐 和梁宇一比 梁欢就不行了 十六岁算是大姑娘 梁欢自视甚高 没想到被几年不见的乡下表姐 给比了下去 她把头扭到一边 跟着父亲梁炳安进了屋 红花还要绿叶衬 夏小兰显然就更喜欢 有礼貌的梁宇 梁宇传着夏小兰问 为啥之前没见过表姐 夏小兰说自己住在乡下 和梁宇家离得远 梁宇满脸不信 表姐才不是乡下人 我妈说乡下人都又穷又脏 夏小兰无语 小孩子懂啥 还不是大人教的 记忆中小姨刘芳的确是贤贫爱妇 都几年没和娘家走动了 不知道忽然回七景村干啥 夏小兰领着梁宇进屋 有亲戚上门 她肯定不能再去找陈庆 先进屋的刘芳有点呆啊 倒没想到今天刘家有这么多人在 杀鸡采鱼的 看来是要吃团年饭 她想起了自己上次回娘家 大哥刘勇去邻居家 借了一只鸡回来待客 让她在丈夫梁炳安面前 很没面子 那顿饭吃到一半 兄妹俩就吵了起来 两家人不欢而散 刘芳赌气 连饭都没吃完就走 一晃好几年 和娘家的兄姐全断了来往 这次回来 怎么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杀鸡采鱼的 还有这么多村里人来帮忙 看上去挺兴旺 刘芳有点善善的 叫了声大哥 刘勇把手里的鸡肠子扔下 原来不是看花眼睛 是她小妹刘芳回来了 刘芳性格柔顺 刘芳却很泼辣 两姐妹间 但凡有利益相争 吃亏的总是刘芳 刘勇对刘芳自然更偏爱 但好几年不见刘芳 别管当初兄妹俩 吵得再厉害 刘芳主动回了娘家 刘勇肯定不能再计较 丰梅 阿芬 你俩快出来 小芳回来了 李凤梅早就在厨房里听见了 要说刘家所有人理 她从前就是和刘芳不亲近 可最讨厌的就是刘芳 刘芳上次回娘家 吵翻天 就是李凤梅刚生儿子 刘子涛的时候 好好的喜事 被刘芳搞得不欢而散 李凤梅烦死这个趾高气扬 又嘴贱的小姑子了 不行 不能生结大过年的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李凤梅挤出一个笑脸 和刘芳一起放下手里的活 嫂子 二姐 小芳回来了呀 刘芳是真高兴 她也有好几年没见小妹 不想念才怪呢 刘芳这次回娘家 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二姐刘芳 看刘芳比记忆中老了些 精神头却还不错 又有外人在场 刘芳暂时忍下一肚子的话 夏小兰几人都忙着接待大西客 把刘芳一家人招呼到堂屋里住 夏小兰给梁炳安泡了一杯茶 又抓出许多糖果瓜子 让梁欢姐弟吃 来 你们随便吃啊 梁炳安等下小兰转身去拿烤火的小炉子 把茶端起来闻了闻 嗯 是上好的信阳毛间 我看大哥家日子过得没你想象的差呀 刘芳没说话 梁欢看着发挥的农村土墙 就这还不差呀 连个电视机都没有 乡下一点也不好玩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梁炳安把茶杯重重割下 梁欢哪 你在外面说话注意点 这是你舅舅家 梁欢撅着嘴 刘芳忙帮女儿说话 你吼她干啥 她也没说错 欢欢 你忍一忍 咱们吃完饭就走 你弟呢 瞬眼就不见人了 跟着舅舅家的孩子跑去玩了 梁宇一点都不讲究 梁欢嘴里的嫌弃 一点都不掩饰 夏小兰提着炉子 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 算了 好歹是亲戚 大过年的别闹起来不愉快 她就当没听见 提高声音喊道 小姨 我给你们拿炉子来了 刘芳一顿 不过她也没把夏小兰放在眼里 听见了他们母女俩的话也没啥 梁欢说的也不是假话 拿下来吧 处在门口干啥 夏小兰深吸一口气 这个小姨妈的性格 真是毫不掩饰啊 把炉子提进去 倒是一副梁炳 客客气气道谢 夏小兰接受的任务 就是陪刘芳一家 不喜欢归不喜欢 只把刘芳当成是难缠的客户 还是能应付下的 梁炳安和她说了几句话 发现夏小兰有理有据 说话条里特别清晰 穿着打扮和气质 都不像是乡下女孩 她还是几年前见过夏小兰 那时候夏小兰比梁宇 现在大一点 已经有了掐尖要强的趋势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虽然可以遇见长大了会挺漂亮 可梁炳安对她实在喜爱不起来 没想到几年没见 夏小兰不仅出落的 比玉妻更漂亮 还把那讨人厌的性格改了 这样谈吐不粗俗 漂亮到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女孩 以后的前程远大着呢 只要刘芳稍微聪明点 不要把女儿嫁给乡下的后生 下下来以后的日子差不了 女孩子长得漂亮 本来就是种资本 就像当年刘芳能嫁进城 也是因为长得好看 刘家人长得都不差 良好的基因 让夏小兰他们这一代也继承了 不过夏小兰尤其会长 远比她小姨刘芳年轻时还漂亮 更胜过娇生惯养长大的表妹梁欢 梁欢见爸爸和颜月色和夏小兰说话 特别不高兴 表姐 听说我二姨和姨父离婚了 你现在和二姨就住在舅舅家啊 记得个人 我条件是个月啊 字幕提供 你能教你 好看 那一年 就非常好看 我